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同观方的邀请 然后我刚才李总那块专门讲了一些工具 然后我这次主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分享是 针对海外或者说国内一些变现的一些 就是关于Google的一些变现产品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 因为今天也是带来一些礼品 前期我先发一些等到后期 比如说抽奖的时候 会向大家也会有一些 就是货奖的一些人 到时候会给你们去发相关的一些礼品 然后针对Google的一些产品 大家谁变现的产品 有几个先可以说去解答一下 别的还有吗 我一会儿来给大家发 牛姑今天带来了一些 对我现在带来很多产品 一箱子 然后我把全部扣下来了 因为太多了会显得我们今天准备的理由不够充分了 所以拿出来三本的话一会儿大家回答问题 另外的话我们或许会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陆续的会发出去 全部肯定是要发给大家的 然后就是这个小哥刚才说了一个 那个 那个别的还有知道Google产品的吗 就是边线产品 还有两本Google的一本 Google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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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那个广告 Google就是做广告的 Google边线的产品 就是针对比如说网页或工具啊 一些产品 跑字幕 WiFi Ple Store Chrome YouTube YouTube YuTube YouTube Clay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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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叫 AdEx 也叫 AdSense 现在是改名了跟 DFP 合并 是叫 Google Adminator AdSense 我今天分散好 因为是现在整个海外的区别线 海外的区别线 国内的区别线 都说 Google 退出 但是它的网络数没有退出的 第一块我主要是讲一下 AdSense AdSense 主要是以围绕着网页去经济别线的 它在哪层上解释 然后主要是说 针对 PC 画和 H5 页面去投放的 然后它里边的广告形式 有一些就是展示广告 就是普通的一些正常的尺寸 325 这种尺寸 然后信息流 现在就是很流行的广告城市 很多平台都出了信息流落盒 还有就是原生的内嵌广告 比如说一些小说站 小说站很多都是一些文字的内容 它没有说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图片 你可以说去添加一些 添加一个文章内嵌的广告 然后会增加一些用户的吸引度 然后链接广告就是说 推送你的一些关键词 一些这种链接 一般 PC 各样的一些会去做 但是链接广告是系统自动去开通的 最早之前是开了以后就有 现在是取新的 UI 已经升级 升级以后链接广告是已经没有了 然后最早之前的账户升级以后是有的 然后正常的 现在是产品宝页去做变线的话 一般现在常规的一些尺寸 就是说投放在 PC 端的话 一般都是在 70 x 90 70 x 90 300 x 250 x 36 x 80 现在还有 300 x 600 打那个束缚 整体页面用的现在其实最多的 编线效果最好的 不管是说国内的联盟也好 还是说海外的一些联盟也好 他们用的尺寸300 x 280 和336 x 280 他们的广告素材也是最多的 然后广告就是编线效果也是最好的 比如说有一些广告位置 使用的是 250 x 250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自定义的 尺寸 你们可以不建议你们是尽量把 UI 相近于去设置成 你们的 300 x 250 去投放一下 试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自适应 自适应的代码 其实很多平台现在都有自适应的代码 你自适应的代码 尽量是要做一个 因为你们都是做技术的 所以这一块我就不用去多讲 就是说你们要去做一个限制 就是写一个DIV 把这个写出来一个框架 它会根据你这个框架去展示你的一个广告 比如说我做的这个框架 有个是 970 x 90 它会在你 970 x 90 里面去展示 不会说去扩大 如果说你要去做限制 整个有可能会覆盖你的一个页面 就是广告覆盖你的页面 就是用户一进来以后 整个一个大广告 文字的广告 整个一个大广告 就把你的一个页面就盖了 然后就是蓝外的 就是手机端的 手机端现在就是 正常使用的一些尺寸 都是32.50 32.100 这种尺寸 因为你如果说高度太高的话 像Google 是有一个政策的 它是你的广告不能大于你内容的50% 如果说你要大于你内容的50% 属于违规 你的账号可能会遭受风险 因为Google那块政策 相对来说 你们应该都打过交道 知道Google的政策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 小心就是说 如果我做了一个月 两个月 然后我这个钱收不到 这就是非常遗憾 然后自适应 这个也是 就是你手机端的话 也尽量去做一个DIV的一个框架 高度 就是宽度 你可以不用去做限制 因为有一些用户 比如平板的用户 平板的用户 你如果做的 这个没法去做适应的话 你的平板的宽度 它不扣 然后你只需要去限制的高度 就OK 然后你的高度 你可以设置 正常来说 其实设置到别超过250 就是说100 或者说也不知道 别的就是300 都可以 然后他们的弹道层次都解释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广报形式 就是说游戏贴篇 还有视频贴篇 有很多人是做H5小细 现在的比较多 就是现在整体的 不管说深圳也好 就是北京也好 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 有一些AP的流量 线下的流量 或者线上的流量 然后我会去把一些用户 我去导到我一个H5页面 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人工的一些成本 还有就是说 我整个一个技术的一个开发 时间周期比较短 然后我的用户吸引也比较是说 容易导流量进来 然后这些的话 你是需要单独去申请的 你的账户如果说开通 就是开通正常有的形式 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些形式 展示宝宝 信息流 文章内欠 这几个形式都有了 但是说你视频贴篇 有机贴篇 就是要单独 需要去申请 这个就是说 我们正常来说 这个案例是三条的 但是在这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投放的一个案例 就是整个显示的一个尺寸 就是976.0 你投上去 这个是投的 这个是976.0 然后因为它的UI比较宽 你可以说看到它整个把它 因为你既然 因为有很多媒体 你既然是创建这个网站 我让这个带来这些用户 这些用户可以给我带来什么一些价值 我可以说让我这些用户去做内购 我可以让我这些用户去做变现 首先我内购的一些用户 我使用完以后 然后我那些 我那些剩下 不做内购的 我可以说去给你去做 进行一个广告变现 一个商业化变现的一种模式 我可以说给它们去展示广告 但是展示广告 你不能说我广告展示的尺寸比较乱 然后用户看到 就是觉得你这个UI 然后整个一个页面的排版 会特别差 会影响用户体验 造成一个用户的流失 然后这个就是原生广告 现在说的一个信息流 信息流大家更清楚一些 然后还有就是文章内建 这是他们的一个事例 因为正常来说 就是现在很多人面线都去看一系片 看一系片的人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想知道 不管是说国内的广告 只要你是页面的广告 现在的它整个的一个机会模式 就是很早之前是LM 或者Ls 就是淘宝 或者京东它是Ls 然后现在很多 就是Google和百度 这些变现的联盟 其实它最终 你看它一CPM 其实它最终的一个击飞方式 是要点击去击飞的 有一次点击或二次点击 百度二次点击比较多 所以说你整体你要提高你的网站的一个点击率 你的CPM才会起来 因为CPM是你的收入出于乘以乘以乘以乘算出来的 给的你是一个参考者 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去提高我这个点击率 在后台可以说去设计了 就是说它的一种模式 就是我在老页端里头 我现在在一个手机端 不是手机这个页面有三个网位 我直接把这个代码放进去以后 它会自动的去识别我这个用户的点击情况 哪一个位置比较好 然后它会把广告分配到哪个广告位上 就是你不用说自己去做一个测试 它直接系统化的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在后台选择的时候 正常你有展示广告信息以后 你把这些所有的都关掉 还有一个就是说悬浮广告 悬浮广告就是你需要通过自动广告的这一块 去进行一个设置 那个时间不要紧 然后这一块就稍微讲快一点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到时候私下来去说 然后购买的网络的话是SDK的一种形式 它主要是针对APP的 然后你们做开发像李总那一块 他可以说用inlog我用的比较多 因为像工具和游戏 海外的那些APP 主要是广告信息有横幅插页 还有基地视频 基地视频用游戏的比较多 然后还有高权生 高权生是单独申请 那个现在是已经开放了 那个有横广告的情绪 到时候我后期我会把这个Qt也会分享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开屏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当你用户点击我这个logo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loading 然后再进入我的一个页面 这样的话是正规的 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先点了这个 然后直接我是点了我的logo 然后进去以后是直接是页面 用户在看页面的时候忽然出现了广告 就是相当于是广告延迟似的 你觉得说我可以跟Google去解释 就是说我一个问题比较小 说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不行 这样的问题的话 相当于是强制用户就是说弹出广告 这种是现在是非常违规的一个问题 就直接就给你封击账号了 然后这个又是差评 比如说我现在在浏览一个页面 然后我点击下一页 然后什么的时候 然后中间去插一个报告 但是你第二页 不能还是你相同的上页 如果还是你相同的上页 是可以贵的 然后这个就是激励视频 激励视频可以用在游戏里边 因为常用很多很多 就是当你想复活的时候 你可以说我看报告 然后或者是说我去 我直接我不看报告 直接就退出 或者我看报告 然后我才会让你去 我可以给你一次复活的机会 这种 这不是什么去头刀上的 等会儿再来 那个 还有那个高级原生 高级原生 现在就是说 最早之前是原生 然后现在是高级原生 原生是之前有大中小的一个框架 现在不是的 高级原生是我可以随意的去调整 想做多大做多大 想做多小 这是说原生和高级原生之间的区别 原生的区别 原生直接就是我小框架 你仅限也在这个框架里边去调整 高级原生是我任意的去调整 然后不管 我还有一个是mediation 这一块 mediation 就是中介 我还是希望大家 这个图片直接就可以使用 还是希望大家去尝试一下 去做一下 这个mediation 它可以提高你的一个填充率 还有它可以说提升你的一个收益 它会去自动的去 根据你过去期间的其他联络 比如说Facebook Umiti 这些平台 去进行一个竞价的模式 它不会去说 因为是AdMobo 然后我就会优先的去出AdMobo 它会去根据价格去出 然后中介也可以继承自己的广告 也可以说去继承第三方的 然后现在AdMobo的这些网络联盟支持30多家 所以说实时竞价的 现在支持18家应该是组流 就是你们可以说把我的一些优质的流量 给到一些比如说AdMobo 比如说AdMobo 或者给了职客 剩下的然后给到我自己 然后就是AdMobo AdMobo 这个平台就是AdMobo AdMobo 这个平台就是AdMobo 它主要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做优化 我可以说在后台 因为这个网站的一个一款 网站也好 APP也好 你们都有自己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属性 我的用户群体 用户的地理位置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流量来源 还有就是我的广告位置 图案位置 如果说我通过这些信息 我可以传达给广告主 然后广告主会去看一下我这个媒体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决定去采摆不去采摆 因为是比较透明的 AdMobo 如果想通过AdMobo 去买量 你是只是说把我的一个价格设完以后 其实他买的只是说针对性 比如说我要哪个国家 然后想花多钱 我一天花多钱 只是说设完以后 你就不用管了 它自动给你来 但是如果通过AdMobo 后台去买量的话 它广告主是可以看到你们是我花多钱 然后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APP 什么样的网站 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这个应用画的话 我可以说去设价格 我可以像AdMobo AdMobo AdMobo 是不能设设价格的 AdMobo 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说 我可以真理广告主 国家地区不同层次去设 比如说像AdMobo 我去设一个 然后那个DFV DBM 然后分层次的去设 可以说整体的提高你的有化 整体的一些优质的有量去吸收掉 然后我吸收掉以后 可以说再去结合AdMobo Mindation的这种功能 然后我就优账流量配到Eliminated 然后我第二层的话 可以到AdMobo 然后我在第三层 就是AdMobo 我可以再去设一层价格 然后我再通过AdMobo 下一层就是我不去设价格 我再给到AdMobo 或者说给到FB 就是设这么多几层 你流量分层越多 我就进行一个细分 但是你进行流量分层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你的用户的属性 不然的话 你做这个优化也是 那个 没什么用 因为你不知道用户的走进 你到最后优化 也是说预传造 用户的走进 你要分它 比如哪些国家地区 分布的一个流量占比是多少 然后这个的话 是我的微信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就是说 Google的GCPP核心代表上 然后主要就是帮助开发者去做变现这块 我们公司做了大概现在有十年的一个变现的一个经验 但是Google的话我们已经做了有六七年 就是很早之前就接触Google 但是如果实际拿到代理的话 是我们一三年拿到的Google代理 好 谢谢大家